身份忘賴的觀眾大家好 今天邀請的是美國共和黨 亞太區前主席 也是現在的國際政治觀察家方恩格 方先生你好 謝謝邀請第一次來高興 我們要分析討論國際相關的局勢 都跟台灣有關係 不過我們先從俄乌戰爭來看 當然不是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 但是現在烏克蘭的確是美國總統拜登 最頭痛的問題 那在這個北溪二號的管線被炸 然後四個地區的公投 要加入俄羅斯之後 烏克蘭很快的說 那我趕快加入北約比較安全 但美國拒絕了 美國不是很歡迎 西歐國家也不是很歡迎 雖然過去半年都很支持烏克蘭 給他們軍方訓練 援助很多武器 但是很多國家從早回到十年 十五年前 尤其是西歐國家 他們真的很不支持 因為他們一直來怕熱禍俄羅斯 雖然已經跟俄羅斯 是沒有在交朋友了 但是他們還是 我說這些西歐國家 還是有他們的底線 那他們會覺得 我們該為烏克蘭做的 已經幾乎都做到了 我們制裁俄羅斯 對我們經濟已經很痛苦了 尤其是能源價格都上升了 然後提供武器 幾乎是無限 能給的都給了 對 不派兵 就是西歐國家 北約美國的一個公式 我們目前不派兵 以後也不派兵 台灣也要 注意啊 不派兵 沒有 拜登說了四次說要派兵 然後過幾分鐘 白宮都說 我們美國正式沒有變 對 所以那個重點就是 不要最好 台灣不要假設 美國一定會派兵 派兵也好是好好 但是不要 不要假設 一定會派兵 還是要自主 不要有這樣的期待 對 對 這是一個重點 那北約 其實有另外一個想像是 很多台灣觀眾要蓋注意的是 雖然美國國會兩黨 目前主流意見 也是繼續提供武器給盧格蘭 但是反對的聲音 我覺得我們已經 我們該做的已經做的 不必再做了 比如說援助多少錢 多少武器 反對的聲音是開始慢慢的上升 越來越高了 甚至昨天美國某一個很有勢力的保守派組織 不是政黨組織 不是共和黨組織 但是是共和黨籍人士的一個叫做CPAT 那就是保守派的一個政治行動的委員會 他們昨天有發一個推特 那就是對美國援助 烏克蘭 他們質疑為什麼我們要 為什麼這樣做 我們為什麼要干涉這兩個國家 烏克蘭跟俄羅斯的事情 馬上有很多人批評 因為我們都要Stand with Ukraine 對不對 所以立刻有很多人批評 他們就把這個推特刪掉 但是這個顯示是 這個聲音尤其是在保守派 其實美國的左派 進步派 Progressive派 也有這個想法 因為他們會覺得 美國過去干涉其他國家的事件太多了 我們要花錢 應該要花 在國內要花了 這是唱起來是左派的聲音 但是最近也有我剛說的 有保守派 右派也有這個想法 雖然目前不是主流 但是我呼籲台灣朋友還是要注意 就是不同的聲音已經慢慢在美國內部出現了 那這件事情跟最近俄烏戰爭的進展有沒有關係 因為普丁不斷的威脅要動用核武器 這件事情 那看起來白宮的態度是很強硬的 就是說你不敢用 那你如果用的話 我就先給你斬首 不然他們怎麼說 所以不管是伊朗或俄羅斯 北韓 每次說我們有核武 我們會使用 那西方國家 包括美國一定會有很強硬的 Verbal這個聲明 這是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為什麼會有 但是如果要把這個議題跟烏格蘭 或烏格蘭加入北約連結的話 我們要記得北約的特許性 會員國家被入侵被侵略 那所有的北約國家 就是按照這個條約 軍事互保 對 一定要來幫忙 所以為什麼有這個 不管是美國左派右派的反對的聲音 因為在北約這麼多國家 會覺得我們已經提供這個保障 安全保障給這麼多國家 為什麼要再增加一個 其實這時候回到川普執政的時候 雖然在台灣我們對川普的印象 是非常支持台灣 但是我們要記得川普的主張是 北約成員國家過去你們該付的不付 你們要自己要付更多 要不然我們美國推出 這是川普的主張 包含他對日本南韓也有這個主張 所以你們對國防要提高預算 我們美國美軍駐南韓駐日本的開銷 你們兩個國家要付更多 不應該是由我們美國大多數都負責 我們來幫忙是我們派兵 雖然我們有條約 但是川普這個主張其實獲得很多美國人的支持 所以為什麼反對烏克蘭加入北約 是因為不想在很多美國人 而且是越來越多了 真的是反對再增加一個 就是一個保障國家的這個盟友 增加負擔 當然是一個負擔 因為這個安家條約你必須要派兵 而且我們美國剛剛經過20年 在阿富汗、伊拉克的這個紀念 所以派兵參加的這個議員 其實是越來越少 就參加海外的戰爭 這件事情對於美國人來講 現在是非常遙遠的 對 越來越多美國人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是 我們知道在美國抗中的這個想法 也是一個主流的意見 尤其是在國會 本來共和黨比較多 但是最近民主黨也是主導台灣政治法 是外委會的主席 這個Menendez 他是民主黨旗了 所以好像目前美國派兵到烏克蘭 就是反對的 或再次在中東打戰也是反對的 但是願意跟中國打戰 派兵到台灣有可能 這個也很有趣 因為派兵到台灣還是少數的 但是覺得我們以後會跟中國打戰 這個聲音就是越來越多了 那覺得我們在太平洋 美國要在太平洋 再增加部署 這個也是一個主流意見 但是不一定是包含太平洋台灣 對 不過我們從這個烏克蘭 俄烏的戰爭的結果走勢 其實可以看 因為大家都說呢 本來就是烏克蘭模式 未來在台海可能會發生 那現在呢 這個俄羅斯用公投的方法 要并入這四個區域 跟2014年的克里米亞模式又很像 如果俄羅斯再度的複製成功了 所以代表美國沒有能力阻擋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在地緣政治上面的改變 這個有點早討論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幾天 因為烏克蘭在東北部的反攻 對成功 所以最近烏克蘭政府 包含總統開始說 連克里米亞我們也會收服 所以或許他們會以武力的方式 再收服不管是這四個地區或克里米亞 所以我真的有一點 但是重點是烏克蘭政府 好像目前他們真的有這個意願 就是繼續打 那西方國家會不會支持 這個真的是一個好大的問號 因為從戰爭開始到現在 好像很多西方國家 美國、歐洲國家 他們支持烏克蘭 不支持 不能接受俄羅斯用這種方式 佔領烏克蘭的國土 這都是口頭講 但是他們真的會支持烏克蘭打到底 就是全部的領土收回 或包含克里米亞 這個我可以說 其實西歐國家不是很支持烏克蘭 繼續打到那樣的成果 有一個找到一個平衡點 可以停火 可能是西歐國家比較支持的 但是現在烏克蘭政府 我們要繼續打 所以烏克蘭跟西歐 包含甚至美國 會不會出現不同的意見 目前這個也是一個問號 不過北極二號的這個事情的陰謀論 就是現在美國應該也炒翻了 這到底是美國炸的還是俄羅斯炸的 大家有不同的這個說法 那這件事情是讓這個戰爭 做一個關鍵轉折的一個重點 因為歐洲就不用再想像 我能緣這件事情當成戰爭停戰談判的籌碼 這個也有一點早 因為我們不知道到底是誰 到底是誰大的 這個也是誰大的 有很多可能 很多人以為美國是做的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好笑 因為很多人批評拜登團隊實行外交的能力 覺得很無能 非常無能的團隊 甚至我也常常在節目批評拜登外交 國安團隊的能力 那如果他們這麼無能的話 有能力做這件事情嗎 所以我比較偏向不是美國幹的 西歐國家自己不會做這件事情 那就剩下誰 只剩俄羅斯了 烏克蘭不能排除 你說有可能是烏克蘭 不能排除 也不能排除是波蘭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也有管線 如果我白希爾不能使用的話 那酒的管線要啟動了 他們也可以賺錢 對不對 所以這也是一個可能 那很多人說 普京他可以管海關酒就好了 但是不一定他知道下屬在做什麼 我的意思是說 他有下令說 Do something 一定要有大型的行動 但是有沒有時間報告給他 說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那也是不一定 所以還是有很多 很多種可能性 對 所以在真正的調查原因出來之前 也很難判斷說 這件事情到底誰是有利 甚至我有看到網路調查 雖然是網路調查 也有人相信是中國走的 對 反正現在就是謠言滿天飛 就是這樣 是 好 那我們來回來看 9月份台灣的外交 其實是非常的熱鬧 在裴洛西來台灣之後 我們看到落意不決 大家都放暑假 都來台灣一遊 那這麼多國際的友人都到台灣來 這件事情 對台灣在外交上面 在國際舞台上面的這一個進展 到底有什麼實質是可以看到的 這個是關鍵 有沒有實質的幫助 其實各國國會議員訪問台灣早就有了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不要因為德國和法國國會 訪問團來到台灣 就高喊突破突破突破 但是這個是常常有 台灣人很高興有某國國會議員來了 但是早就有了 真的 不管是美國西歐國家 日本 這個是早真的就有了 所以不要太高興了 那另外 尤其是歐洲國家的國會議員來台灣 常常是 很多國家有下院跟上院 對不對 那歐洲的國會議員來台灣 其實是上院很多 那在這些國家上院 在一個國會的上院 其實他們的power 比下院是低很多了 所以他們真的能為台灣做什麼是有上限 那另外很多外交政事決定了 不是國會說的就算 其實是行政部門 不管是哪一個國家 就是這樣的 美國西歐國家 所以國會議員 包含Pelosi他有這個貪行 他們想飛去哪裡就飛去哪裡 但是他們國家的外交政事不是由他們負責的 所以這個也要記得 那另外這些國會議員來台灣 常說我們支持台灣什麼的國際組織 自由貿易協定 我們國家要跟台灣談等等 但是有什麼結果嗎 其實真的是比較少了 偶爾會啟動一些貿易對話機制 不管是美國這個20億 我相信以後 歐盟會跟台灣啟動類似的平台 但是並不是自由貿易協定 對不對 所以或許會增加雙邊貿易 但是不是自由貿易協定 台灣也沒有加入這些國際組織 所以他們說支持台灣有實質的 參與的機會等等 但是真的是沒有一個實質的結果 所以好歡迎他們來 但是我們真的不要太過度高興 就是說友情的溫暖 可能是這一次這麼多人來的一個主要的收穫 實質上面在外交進展上面 可能還有蠻長一段的距離 那這個算很實質嗎 台灣政策法 如果通過的話才算 目前看起來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就是參眾兩院都有蠻大的共識 還有自己的難分 剛剛是最近是通過 這個參議員的外委會 但是還要通過整個參議員 然後中議員還沒有通過相關委員會 還沒有了 然後這個國會就剩下幾月的期間 對不對 你說時間上面可能會來不及 這些就是到年底而已 所以如果在年底前沒有通過 那明年就要 重新再來 所有的程序都要包含在外委會 要重新通過了 然後在參議員外委會會通過前有一些關鍵的條款 校長或被刪掉 包含這個提名權就是駐台代表 美國駐台代表 要不要通過參議員 這個被刪掉 然後代表出證明 台灣代表出證明 從強制變成建議 建議給國務員等等 但是其實有強制的這個字幕 其實最後外交政事還是在白宮那邊決定 不是因為國會說你們白宮一定要證明台灣代表處的這個名稱 白宮就會早次做不一定 這個不一定 其實我覺得連繪色的地帶也沒有 因為這個就是純粹外交一個議題 真的是白宮自己決定 那另外有這個武器方面提供台灣無常武器 另外有一些融資一邊台灣買更多武器 我覺得對這個議題 其實軍事合作也是美國跟台灣常常 有不管是訓練方面或美國注求給台灣 那為何國防 這個我們大家幾乎是可以支持 但是美國賣台灣什麼東西 是台灣需不需要 這個我覺得不管是執政黨或反對黨 在國會 台灣的國會 該做的監督的動作還是要做 不是你不監督國防部 然後國防部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 這樣在民主國家也不行了 所以這個我希望台灣的國會也加強 美國要賣那是好事 但是假的好不好 或是一些細節 我覺得台灣國會要加強 但是我真的不支持美國無常或提供融資 我真的覺得不需要 因為台灣是一個富有國家 不是嗎 台灣很有錢對不對 那為什麼美國要無常 我覺得中年 他送你買更多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訊號 一個message 那如果台灣對國防很認真的話 而且台灣真的是一個很有錢的國家 說實在 不是台灣現在 我們都知道台灣很有錢 對不對 那為什麼沒有用現金來買 為什麼美國要無常或融資 真的有這個必要嗎 如果台灣對國防很認真的話 我覺得台灣要向美國說 We're serious 我們融資不需要 我們自己出錢 對 你在台灣 你覺得台灣的這一個國防很重要的意識 有高到現在全世界認為台灣危險的程度那麼高嗎 包括當兵要當多久 武器要買多少 要買哪一類的武器 好像內外有很大不同的落差 這個question是非常非常有趣 因為我常常觀察西方媒體外媒 可以這麼報台 報告台灣的相關失憶 還有西方的專家 我自己覺得跟市值情況有很大的落差 如果你看很多西方的新聞 你會覺得台灣是everybody 男生女生 從20歲到80歲都要去前線打拆 很多新聞有這個味道 但是我們知道市值的情況 西方比較複雜 沒有那麼簡單 那雖然也有一些專家或新聞會說 其實台灣有我們都知道的問題 就是小字化 然後願意去當兵的人數不多 等等這些問題 或過去一般台灣人 對軍方比較負面的想法等等 我們在台灣知道 但是西方是比較不知道 雖然只有小小的報告 而且另外一個問題是 如果人家寫比較honest 比較直接說台灣不管是軍方或一般人 對國防意識形態的想法 寫這些比較負面的新聞就會被批評 你再幫中共打認知作戰 對其實不是 如果我批評的話 我說台灣國防方面有這個問題 常常出現邪秘或貪污 很多軍方貪污問題還是有了 每年都什麼基地建設有發生類似的案件 如果我在西方媒體說的話 一定會有人說 你是這個失敗者的主義 你在幫中共說話等等 其實不是 我是這樣講是為了台灣好 所以說實在真的有這個很大的落差 很多西方人覺得台灣人所有的人都是非常支持 都願意去當兵 台灣該買的武器都有買什麼的 很多人印象中台灣是以色列 真的 但是我們都知道這是錯的 那你覺得台灣應該變以色列嗎 這個有很多前提 比如說當兵要當 願意當那麼久 然後男女都要去當兵 你們台灣人要先達成一個共識 你才能變成以色列 真的 還有另外一件 如果我們常常做類比 是新加坡或以色列 我發現另外一件事情 我新加坡朋友或以色列朋友 他們當兵 大部分的人是讀大學前 那台灣通常是大學後 然後這個很重要 因為會影響到你去上班 你的生涯規劃 但是新加坡規劃方面 這個也很有趣 因為我新加坡以色列朋友 他們去找工作的時候 雇主都會問 你當兵的時候是在什麼單位 你是做什麼工作 而且他們對這件事情是很看好 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會想知道你當兵的時候 你有學到什麼東西 有沒有什麼領導能力 然後新加坡以色列朋友 聚會的時候聊天 都會提到 比如說認識性的朋友 你當兵的時候有做什麼 在哪個單位啊 你做什麼事 然後他們都很驕傲 他們都很驕傲 我那個時候是做什麼的 但是我台灣朋友幾乎都不談 對 甚至去找工作的時候 雇主也不會問 對不對 他們覺得去當兵是 對未來你在你去應徵 你去做什麼工作 it doesn't matter completely irrelevant 無關了 但是在很多國家 他們會覺得 你有當兵對我們公司來說 是好事情 因為你有這個 我剛剛說的有這個 領導能力 或可以承擔很大的壓力等等 但是好像台灣這社會 包含企業界 真的有一個disconnection 真的 所以這是文化的問題 而且就是可能是當兵的 時間點的問題 如果你是在 大學畢業跟就業之間的銜接 沒有這麼一個空檔的話 這可能會改變整個社會 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不過這件事情也回到就是說 其實台灣一直覺得打仗這件事情 有很大一部分是 好像全世界會來幫忙打仗 因為這個位置太重要 第一島鏈的關鍵地位 絕對不能夠讓這一個中共拿走等等 那包括拜登連續幾次 大家都在研究說 他講話是講真的 還是不小心講錯了 你問這個問題是 這個timing是非常好 為什麼呢 因為上禮拜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歐洲美國智庫叫做 German Marshall Fund 他們上禮拜有公佈一個新的民意調查 14個國家 然後他們有問到幫助台灣這個question 然後民意的結構性是 如果兩岸大戰的話 大多數會支持提供武器給台灣 但是拍兵不管是美國和西歐國家 他們訪問包含14個14個國家 拍兵是10%以下 10%以下 對每一個國家 所以真的不支持 他們真的不支持 就是跟烏克蘭模式一樣 我可以給你武器 我一直送給你武器 但是帳你要自己打 對 所以你剛說的台灣人以為國際都會拍兵 怎麼可能 我們位置這麼重要 這麼關鍵 但是還是有上限 援助武器是要制裁中國嗎 或是會有 但是拍兵 那法國會拍兵嗎 德國會拍兵嗎 英國嗎 美國 maybe 但是其他的國家可能性真的不大 對 那為什麼拜登總統最近要連續幾次 在這個議題上面 給台灣人希望 他不小心吧 很多人會說 一次不小心 兩次不小心 搞了四次還不小心 很多人會以為是因為年紀太大 我不同意這個主張 我覺得不是年紀的問題 我們要記得拜登總統 他當參議員時間很長 而且從70年代 台灣關係法通過的時候 他在參議員 所以他對這個歷史是非常清楚 那基本上如果我們要把這個議題簡單化 雖然美國有這個戰略模糊的政策 但是幾乎過去我們都相信 如果是大陸片面改變現狀 不是因為台灣政府有什麼公投 全部獨立 台灣沒有任何動作 大陸突然攻打台灣 美國就會來幫忙 因為是一方面的這個片面的改變現狀 所以過去所謂的戰略模糊 可以說雖然不是黑白字的一個美國政策 但是從國會議員的角度來看 尤其是在國會 尤其是在國會這麼多年的拜登 我相信他的想法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是大陸片面攻打台灣 美國就會出兵 所以他常常說 包含國務院白宮 美國正式沒有變 不支持台獨 所以他們也是呼籲台灣不要片面改變現狀 所以拜登講這句話 我個人分析的是 他是用這個傳統40多年的想法 他的意思是 如果是片面改變現狀 美國就會出兵 他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沒有要改變政策 也沒有要讓政策朝向比過去 更清晰的方向推動 我覺得拜登對 就是大概是這個想法 所以我剛說的 美國官方發言人常常說 我們不支持台獨 連代表處政民也不支持 所以還是要上線吧 對不對 那像鑽售 其實這個也是40、50年以來還是有 所以對於拜登來說 同意鑽售給台灣 其實過去都一直有 雖然大陸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但是這個是一直以來都有 所以對於拜登來說 這個不算 a change to US policy 一直以來都有 或經貿合作 不管用什麼包裝 21常議或什麼Tifa或台媒繁榮機制 什麼漂亮的廠號 對拜登來說 這個是跟一直以來的政策 是一模一樣 因為長期兩個國家的經貿 有這個合作 所以我根本分析 这个大概是拜登的正式 虽然中国不满意 但是拜登会觉得 I didn't really change anything 就说他没有改变 他觉得status都是一模一样 那所谓现在大家说 台海已经出现了new status 新的状态这件事情 美国有这么认知吗 拜登不认知 那看看2024年底 会不会有一个不同的总统选上 2025年1月有一个新总统就任 比如说他不能排除了 他的机会高吗 不高 即使川普不参选的话 如果川普不参选 共和党党内出选 会有十几个候选人 会参加党内出选 包含蓬佩奥 但参加所有的民调 他的支持率比较低了 在所有的潜在的potential 2024年共和党参选人的话 他的support比较低了 那目前support最高的是 是福州州长De Santis 当然川普还是number one 但是如果川普不参选的话 那目前De Santis是number one 也有其他的 其他共和党籍的 可以说是political 这个政治all-star VIP的support 比蓬佩奥高很多 所以他的support比较低 但是呼吁大家 明年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这些共和党籍potential候选人 如果来台湾的话 那就是一个signal 他们要参选 对 比如说我刚刚说的 Governor De Santis 福州州长 如果他明年出来台湾 那他就是要跟大家说 我要参选 因为我要抗中包台 打台湾牌 当然当然 对 那Nikki Haley 他也是一个很多人认为 会参选的一个共和党人士 就是签筑联合国大使Nikki Haley 如果他明年来台湾 那就是很明显 他有参选的想法 Ted Cruz有来过台湾 如果他再次来 也是因为这个理由 Marco Rubio Florida的参议员 一样了 如果他来台湾的话 那因为是他要给大家看 他是抗中包台 对 要打台湾牌 所以抗中包台打台湾牌 现在是美国的主流选举当中 操作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本来是共和党比较多 但是真的是 越来越是两党一个共识 对 所以为什么Pelosi来台湾 我个人觉得他要帮助他民主党 几个中议员 因为他们常常被批评 你对China太soft 你对中国太软弱 不够强硬 那因为他来台湾 我说Pelosi 那因为他来台湾 民主党 中议员 在这段期间 就是其中选举 竞选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说 我们也抗中包台 对 所以在美国的国内的政治里头 抗中包台的竞赛 会持续到2024 一定的 一定的 对 那这个很有趣 那台湾是支持吗 这个是台湾人要自己决定 不是因为政治明星来台湾 而且因为他有参选的想法 参选总统的想法 而台湾人就要接受 台湾人要自己讨论 我们接受不接受 美国政治人物打台湾派 日本也是 台湾人要自己决定 要不要接受 因为最近日本很多政治人物 也是打台湾派 对不对 其他的国家也有 英国比较多了 尤其是最近在保守党的 这个党主席选举期间 两个候选人也是打中国派 打中国派 打台湾派 对 然后最近意大利选举 这个新总理 新首相 这个女性 他选举投票日前几天 有接受台湾中央社的转访 有讲到很多抗中保台的想法 看看他开始执政 会不会真的实行一个抗中保台的政策 对 全世界的选举都在打抗中保台 越来越多国家 但是这个也是很有趣 因为台湾有所谓的南向政策 印度的确是有 我说政治人物的确是打抗中保台 不管是国会议员或政府官员 但是谁没有打东南亚 阿西亚国家 是个阿西亚国家 请问哪一个打抗中保台 真的是没有 在RCEP架构之下 他们有更重要的经济利益 这个是最大的考量 真的是经济利益 对 而且他们觉得我们 当然是中国经济利益 但是他们非常欢迎台商来投资 也非常欢迎在这个南下 正式架构之下 提供奖学金给他们的学生 因为free money谁不接受 对不对 那台湾政府要给几百个 每年几百个印尼学生 菲律宾学生 越南学生奖学金 那这些国家都很高兴 但是政治方面 support台湾真的是几乎是没有 所以这些东南亚国家 不管是在WHA 世界卫生组织 或其他的一些国际组织 我们都要看到 法国 德国外交部长 或发言人 国会议员 都会说 希望每一个国家地区 有实质参与的 这些官方说法 但是实质的动作是没有 但是东南亚国家连类似的 连口慧都没有 都没有 真的是没有 对 所以政治方面 他们真的一路以来 都不会给台湾任何support 新加坡正在准备 这个领导阶层的时代转接 时代交替 对 李献龙快要退休了 还没有日期了 但是接班人 本来有一个接班人 后来他说年纪太大 身体不好 他们就换人了 但是已经有接班人了 那接班人 不能排除他会来台湾 因为李献龙 他在当服务总理的时候 在准备上任总理的时候 又来台湾一次了 但是即使来台湾 这个解体 他们的政治真的不会改变 甚至不能排除会更加强 更接近中国 不过现在大家认为 中国的经济 可能不会像之前那么的强大 那在这个经济的影响力 没有像过去那么强的状态之下 这些过去因为经济考虑的 政治稳定结构 是有可能松动了 你也这么看吗 但是现在是有国家好了 比如说德国 我们都知道德国 这个大的车牌 包括Porsche BMW Mercedes 中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 这个不会有变化 所以很多德国传统企业 对他们来说 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大 重要有potential的一个市场 这个不会改变 所以他们还是会向他们政府施压 We don't want to lose this market 我们真的不想失去在中国大陆 赚钱的机会 东南亚国家 一样了 RCEP刚启动 然后部分国家也有加入CPTPP 中国也正在申请了 其实成长率目前是比较低了 中国内部 但是不管是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等等国家 对他们来说 中国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伙伴 他们不会因为想跟台湾越来越 close 就弱过中国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菲律宾 菲律宾新总统 原来很多人觉得 他会维持Duterte的政势 后来他就职之后 有几次他有提到 南海主权的议题 但是如果很细地看 他个人Marcos 和他的幕僚的讲法 其实他们还是非常希望 很欢迎中国大陆 在基础建设 在菲律宾加强投资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不是中国来投资 我们高速公路 铁路 港口等等 谁会来做 美国会吗 其实美国企业还是不会 日本会提供一点点的 financial aid援助 但是真的会做这个投资 只有中国 所以他们对这个主权 这个正义 偶尔会提到 可能是因为美国施压 但是Marcos 我相信基本上还是会维持Duterte的政治 所以我们看真的东南亚 阿西亚国家 他们真的不会悬贬战 而且他们对台湾还是有很明确的一个界限 政治方面我们真的不怕 要看北京的脸色 一定 好我们从中国回来谈这个美国 那你觉得川普2024再出马的机会有多高 目前很高 目前很高 非常高 如果这个司法案件没有缠住他 那如果这些案件还在程序当中或者部分对他有负面的结果 那他就可能没办法参选 所以有点早 但是一般来说过去在一个其中选举之后 参选人就会开始立立续续表态他们有参选的意愿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一个党内出选 那就是在前面的这个其中选举 所以大概两年前就会宣布 因为党内出选就是在2024年1月就开始 所以离其中选举大概是14个月而已 所以一般来说就在其中选举之后就开始 所以不管是蓬佩奥或我刚刚说的De Santis Nicky Haley或者民主党方面 如果拜登说我不参选 那他最好是在明年的第一季说了 这样的话民主党人士就可以开始宣布他们要参选党内出选 但是川普是比较不一样 他真的可以等到最后时间 甚至他可以等到初选的前一两月再表态 因为钱他有手上一定有 他不用去募款 那另外name recognition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了 他不用介绍向选民介绍他是谁 对不对 所以他真的可以等到 所以这个就会导致其他人 不管是蓬佩奥或De Santis 他们会一直等一直等 川普你到底要 等这张王牌你到底要不要打 对所以这个是值得观察 但是川普虽然他看这个司法案件的过程 还有结果是什么 但是另外他也可以等 他真的不急要宣布参选 如果川普真的参选了 那2024的总统是会在政党人体回到共和党吗 你认为 这个真的实在太早 太早 不晓得民主党会派谁 我觉得其实比较好的问题是 如果川普最后表达他要参选的话 共和党会不会有党内初选 会不会有其他的共和党人士 愿意在党内初选 跟川普挑战他 对 这个是一个 目前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对 形式上应该还是会有一个初选 只是川普又是压倒性的胜利 最有可能 但是大部分的potential像 蓬佩奥 尼克尼 黑莉这些人士 他们希望川普不会参选 然后他们自己可以出来 而且他们可以打川普派 他们可以说我是最接近川普的路线 对 所以他们都希望会有这个结果 所以如果川普最后还是参选 然后你要在党内初选挑战他的话 你怎么能说 本尊都出来了 分身就毙了 你不能说我是打 除非我反川普 对 对 这就是你反川普 所以比如说前副总统Mike Pence 那很多人认为他会散选 那因为他已经跟川普切割 所以他他亲自不会说 我是川普的接班人 他他只能说我们在执政的时候 他是总统 我是副总统 我们有很多漂亮的政绩了 而且我都是因为我副总统 我都在援报 他都会这样 他会这样这样 但是其他人 我刚点名的那些人 他们最好的孩子是说 我是川普路线 但是如果本尊在参选 他们就没办法了 对 所以他们都在等待川普的决定 所以还是川普决定了 共和党是谁选总统 这件事情 是目前这个不是共和党 是川普的 不过从11月8号 这个其中选举来看 你刚才讲到这个台湾牌 会是一个两边有共识要主打的路线 那未来2024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局势 会更浓 会更浓 那打台湾牌这件事情 到底共和党比较厉害 还是民主党比较厉害 目前共和党比较厉害 因为打比较久了 而且他们可以提 我们过去不管是为台湾或香港或西藏新疆 我们有提什么决议法案 我们又飞过去 我们来台湾 其实有一个请单 那是目前是共和党比较多 对 那民主党如果说也认知到说这是一个必须要主打的战场的话 在接下来的这一年多他们还在执政的时间点 会打出更激烈的这一个台湾牌 有这个机会吗 我相信会 尤其是国会议员 那如果最后拜登选布不参选 那就跟共和党一样会有党内出选 总统党内出选 候选会不会打这个反抗中保台的可能性 我相信还是会有部分 因为会有部分的参选人 我说民主党会打这个社会议题 我们不要缓外交什么的 我们要不管是女性权益 夺胎 健保 医疗这个健保的议题 经济方面 社会议题 我们要以这些议题为主 一定会有进步派的候选人 会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还是会有这个所谓的 National Security Candidate 就是会打这个国家安全 或外交议题的参选人 还是会有了 那哪一个会比较有利 还是有点有点早 因为我们要看到到时候 有什么样的国际情势 局势可能会有重大的变化 因为现在看起来 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动性是蛮高的 我举一个例子 过去民主党在找国会议员的参选人 不会特别注重有军事背景的 但是最近几届 包含这一届 他们如果要找候选人的话 找有军事的经验比较多了 因为他们知道过去 就是在选民的印象中 民主党是比较弱 所以他们现在就 我们也有军事经验的候选人 虽然他们是进步派 但是他们也有去伊拉克阿富汗打仗 所以很了解这件事情 所以民主党还是会有类似的认识 但是跟共和党比较不一样 因为共和党根本没有打 我们要付更多钱在伊拉或什么的 这个共和党比较没有了 所以他们还是会以抗众包裁为主 为主菜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方恩格为我们分析 国际局势的发展 其中有非常多都是跟台湾有关 台湾民众要特别关注未来的发展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记得加入会员 另外订阅按赞分享设定品 请收看小铃铛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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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